那今天我们再看另一个题型 那这个题型虽然跟上一题很类似 但是我把它改成这个东西了 if the frictional force between table is 4 newton 那这一边的话桌子就有提供摩擦力了 跟上一题的题型不一样的是 上一题是frictionless的 桌子是没有摩擦力 那这个题型是有摩擦力的 那我们在解题的时候就要把摩擦力考量进来 好那一样的我们先把受力图画出来 所以同学要很熟练受力图的画法 free body diagram的画法 那我们先看M2的 M2的话就有两个例 一个是W2 然后另一个是T 然后M1的话会有多少个例 那M1这边就会多一个例了 M1的话我们就会有W1向下 Fn向上 Fn向上是桌子提供给他的 然后W1他本身自己的重量垂直向下 然后再来T 那这个T谁提供的 这个T是M2提供的 因为M2去拉M1下来嘛 那M1也会拉着M2不要给他掉下去 所以这两个T的指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同一条绳子 然后他们是连着一起运动的 然后这边的话多一个例叫做F Friction Force Friction Force摩擦力 那摩擦力是怎样定义啊 在这边的话我们把摩擦力定义成 它跟运动方向相反的例 所以我们把它这样定义 因为往后如果我们体目再复杂一些的话 摩擦力的方向可能很难判断 所以我们这边先稍微把这个摩擦力定义成 和物体运动方向相反的例 那它就会在左手边这里出现 那运动方向的话我们也把它注明一下 M2比M1重嘛 那所以M2会拉动M1移动 所以往右边 然后M2就往下掉 好同学这边我再把T型再讲清楚一些啊 M2比M1重 那这个T型肯定是M1往右边动 M2往下掉 那会不会可能如果M2的质量比M1轻的话 那M2可以不会拉动M1 这可能性存在吗 那这个T型也可以考量进去的 那我们看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把这个T型也做一遍 好那回来这里 回来这个T型的话 那我们在受力图也完成了 然后运动方向也注明了 那我们就会开始解体了 那我们先从M1开始了 因为它们的力都差不多一样了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会把T型肯定是M1 那我们就会写 T-F等于MEA,那Fn跟WE在这边是不会影响我的运动系统的 因为WE跟Fn是垂直的一个力嘛,那不影响我运动方向 所以我们就只看T-F等于MEA就好了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能稍微注明一下 Fn跟摩擦力是有关系的,而且是直接的关系 但是这里我不提起先,那我们到后期再解摩擦力的时候 我们再把Fn跟摩擦力的关系什么带进来 所以这边我们不用考量Fn跟F的关系什么 因为如果我考量进去的话,提醒就更复杂一些了 所以我们就单纯考虑T-F等于MEA就好了 那我们就把T等于MEA加F 那我们放它第一个方程式 那另一个方程式就是For M2咯 For M2的话,它的运动方向向下嘛 那我们就取W2为真减T等于M2A 也是一样我们把它稍作整理,我们拿到T等于W2-M2A 第二个方程式,那看回跟之前做的提醒啊,蛮类似的 但是这边的话,第一个方程式里面就不会有重量了,物体的重量不用考量进去 因为它是水平方向的运动,我们只需要考量它的MEA跟它的摩擦力 那一样的,它们的绳子的拉力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写成M1A加F等于M2G-M2A 好,那我们都把数据带进去的话,就可以把我的A找错了 然后我们把F是4纽顿,然后我的M1M2带进去 然后我可以找到我的加速是某个值 那这个加速你看它是同一个方向运动的 都是往U往下掉下去,所以我的A的值会是真的 那把A找错了过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带进去 好,我们就把它Subtitude to 2 把A等于什么,答案Subtitude,OK,Subtitude to 2 Subtitude to 2,Subtitude意思就是带入啦 Subtitude to 2,然后我们就拿到T等于多少纽顿 好,那这个提醒啊,我增加了什么 我增加了,桌面是有摩擦力的 那我们整个解题的部分方向要怎么去展开 那今天的解题部分到这里 FvVCh UV